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棒球帽口罩这样的明星 出街必备品加深 看起来相当开心 抱着女儿的陈和 也一下从那个搞笑的曾小贤 变成了一个有担当的爸爸身份 看抱孩子的姿势也相当专业 看来在家中也是个妥妥的女儿奴 推着女儿漫步迪士尼 估计这就是一个爸爸最幸福的时刻了吧 对此 网友粉丝们也是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 美好的亲子时光 除了父子两人现身游玩之外 其实安安的妈妈张子轩当天也陪同在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陈和晒出的照片中并没有张子轩的身影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张子轩的个人小号中 也晒出了自己跟女儿在迪士尼的照片 照片中 张子轩身穿粉色毛衣 少女气十足 满脸笑意幸福洋溢 照片视角也完全就是老公视角 虽说也没有一家三口的铜矿照 但是已经很显然 是一家三口共同游玩的 不但如此 张子轩还晒出了女儿安安的正面照 小家伙儿 在妈妈怀里大放毕业 镜头感十足 真的是分外甜蜜 但是相比于陈和评论下面的一篇祝福 张子轩底下的很多评论却不是那么美好了 虽说有不少人认为张子轩介入被人家庭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抱以祝福的心态 其实事情已经够过去这么久 双方也早就已经释怀 从最开始的不提对方 都如今的经常同框变着法的秀恩爱 陈和跟张子轩本人也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心惊胆战 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两人被拍到同游迪士尼了 去年四月就有人拍到陈和一家三口同游迪士尼 而且当时孩子被保姆抱着 陈和跟张子轩十字相扣 净显甜蜜 翻看张子轩小浩的动态 经常会分享自己女儿的日常 字里行间全是母爱 也整得能看出 母女两个的生活非常的惬意跟幸福 小安安也经常会正面出景 小小一只呆萌可爱 可以说如今陈和跟张子轩已经完全从此前的舆论中走了出来 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而陈和的前妻许静 则是远离娱乐圈 微博认证 也变成了旅游者 镜头首席创意官 过着周游世界的 潇洒随意的日子 与陈和相望于江湖 各自安好 有知情人透露 如今许静现在自己 开了家名 肃成了老板 他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有着属于他自己的美好人生 君君表示 既然当事人都已经各自安好 那网友们 也就不要揪着不放了